右边 喉咒刺痛啊 要解决这个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到这边有个飞碟是画的 这边一个正飞碟 正飞碟啊 这两个飞碟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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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一个假的 人工的 人工画的 想象的 这边是真的 真的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但是啊 那个外行人啊 或者一直半截 或者半掉的画 他看不出这些区别来的 而且呢 他有时候会把自己的理念加进去 把自己的理念加进去 把自己想象的东西加到强加的飞碟里边 尤其是强加一些信息 说外星人要入行地球了 然后有的时候说 哎呀 你看 那又听说人家说 那个外星人要把太阳给消灭了以后 这个电影这个以后就会消灭地球了 然后知道那个恐怖气氛了 知道那个恐怖气氛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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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并不是说 读他人字 而是他应该怎么想 他就怎么知道了 外星人就知道了 所以这么一个人呢 一直在误导人家 一直在对外面讲 一直在误导人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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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人在北京 有时候会去砍他 一直在误导人家 一直在误导人家 现在外星人用电子飞铁 来一键封合吧 一键封合 让他再干掉这样的 伤天害地的事情了 本来外星人是来拯救地球的 本来外星人是来拯救地球的 但是北京那个人呢 那个人呢 老是说外星人坏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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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是紧张 又是恨那个外星人 又是调起了仇恨 调起了对外星人的仇恨 现在外星人反击了 一键封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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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他再起不来了 好 再见 再见